王庆是《水浒传》中的一个人物 北宋时期四大寇之一 在他实力最强盛的时候 他曾占据淮西 在淮西城王 因此人称淮西王庆 王庆拥有的领地十分辽阔 共有八座军州和八十六个县的地 但是就这么一个强悍的人 最终却被宋江带领的梁山好汉们打败 后逃走时还是被李骏抓住 被抓到金师处以死刑 王庆虽然是一个土匪头 但他的经历也是一个传奇 他原本是东京台风府的一个副牌军 其父是一个大商户 与衙门的关系千丝万缕 其父还利用手中的权力 打压良善十分霸道 所以许多人不敢惹他 他看上了一块地 就因为主家不同意 就单造了莫须有的罪名 给那一股普通百姓 逼得人家举家搬迁 可见王庆父亲不是什么良善 王庆生长的环境也是三观不正的 对他以后当上叩手 有一定的影响 王庆能当上淮西王 跟他本人的实力有关 他是一个十分机智的人 当日 房州差来捉拿王庆 王庆识破了他的伎俩 拼死抵抗 把这几个差事杀散了 之后又经过多次斗争 王庆最终拿下了淮西 成了淮西一霸主 在这一过程中 李柱给了他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使他得以攻破金南城 因此 当王庆当上淮西王之后 立即封李柱为军师 专门为他出谋划策 李柱不愧是一等谋士 在他的帮助下 王庆接连拿下了八座军舟 王庆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 是因为他手下有许多得力的干将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辅佐 任他有天大的能耐 也打不下这么多城池 王庆手中的大将之一元朗 因为其人长得相貌特异 赤面黄须 所以被人称为赤面虎 元朗武艺高强 使用的是水墨链钢抓 一个15斤重 一个16斤重 可见元朗力气非常大 在与梁山好汉们对仗的时候 元朗和梁山重量级人物 秦明 大战150回合 都不分上下 可见他的本事之高 可惜最后也被火炮打死了 如果仅凭拳脚功夫 梁山好汉们要拿下他也不容易 除了元朗外 王庆手下最出名的就是李柱了 李柱不仅是他的军师 也是战场上的大将之一 善使金剑 人称金剑先生 此人有勇有谋 在王庆打江山的时候出了不少力 当初他扮作新巷入城 和王庆理应外合 这才攻破金南城的 他也是王庆的开国重臣了 李柱立下如此大功 王庆自然也没有亏待他 在他建立了楚国之后 他立马提李柱为自己的军师 而且还是军队头领 李柱的才能得以完全发挥 正因为王庆手下有这么多人才 他的实力才能这么强盛 以至于梁山好汉们在对付王庆的时候 着实觉得吃力 不过当时梁山好汉们的势头正猛 宋江手下的108位好汉 又齐心协力 共同对敌 歧视不可挡 王庆在如此强敌面前 也只能败下阵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